我们这节目看一下提高多机位剪辑的快捷键技巧 这边呢我们打开相应的制作好的多机位的这个练习项目 这边我们打开这个multi camera 当前这个项目打开一下 这个项目加起之后 你会看到有这个建立好的多机位的序列 加上中间用到的不同相机拍摄的媒体 每一个文件夹中都是不同的人 或者说不同的设备拍摄的媒体 所以我们看到有设备的名称 包括拍摄的这个备注的一些名称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看了 然后音乐有两段音频 比如说清晰的音频和不清晰的音频 或者说我们有第一次录制和第二次录制 或者两个设备录制的音频 这样子我们选择多机位之后 双击可以预览每一个画面 画面呢是非常同步的 那我们在编辑的时候呢 需要的用多机位的这个界面 这边我们可以把它拖动到新键 首先让你的多机位在这边生成 那我们左边一些面板 可能说我现在都不会用 或者说我现在就想看到更多的画面 点击这里的多机位视图 你可以激活 可以看到多机位的画面 加上右边目前需要显示的画面 左边的画面有点干扰我们 或者说不能更多的显示我们的空间 我们就可以右键把它关闭 这样我们全关掉 那你的画面就多了 这边可以再多一点 那我喜欢编辑多机位的时候呢 是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干净的 简洁的界面去做编辑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界面定义成多机位专用 这是提高效率的方式 这边点击我们的窗口工作区域 你可以在这边另存一个新工作区 比如多机位叫multi camera 我们会叫做mc多机位 或者我们自己呢再标注一下 所以以后你做剪辑的时候 你可以回到编辑 去做一些剪辑方面的操作 调色方面的操作 那么我们做多机位的时候 就可以调到多机位 然后你在多机位模式下 一边播放就可以一边去调整 这样子我们看到画面 它是自动进行录制的 当然除了自动录制方式之外 点击加号 这边也有手动录制的开合关 但是我们不建议呢 手动去做这个操作 因为你在播放的时候 它会自动开启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在中途点击 人工将它关闭了 那么它就是关闭的状态 它不会继续去切换这些画面 但是每次你在点击的时候 它都会自动去切换 然后我们往后边调一些片段 那么在进行切换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有五个镜头 那五个机位 每次都是鼠标去点 这样子点来点去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效率不是很高 有些时候 比如我在右下角 我要马上去点左上角 我这个鼠标滑动的时候 就会错过精彩的镜头 或者说错过 我需要去调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过程我们看到 你这个对角在点的时候 就不会特别的快 甚至有些时候你点完这边 又要马上去点这边 或者你点完这边 又去点右边 点左边 这样子绕着圈去点 可能你就不能快速的进行切换了 我们就希望能提高工作效率 这边在编辑菜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快捷键设置 我们在这个快捷键设置中 我们这边可以搜索一下多机位 那多机位没有出来 应该是搜索一下摄像机 摄像机的话 我们看到切换到摄像机 这边给出了16个摄像机 所以多机位中 你可以用高达16个相机 1到8默认给了 Ctrl加1到8 苹果的话呢 是Cmd1到8 那这边我们可以点击 然后再给它指定一个 新的快捷键 那你可以点击后边空白处 比如我小写键盘的1 你可以在这边点这个位置 然后看一下 小写键盘的1有没有使用 这边我们指定一下 那注意千万不要把你之前的 这个给它覆盖了 然后我们这边 可以再去点击空白处 按一下键盘的2 然后这边数字3 数字4 我们现在有5个机位 那我就先键5个 那你知道我们这个数字 跟点击呢 是可以一起去用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确定 等于我又多加了5个快捷键 给前面几个机位 这边我们123456都指定了 你可以按一下数字6 再去点击一下 它就会生成 但是如果你有重复的话 或者说其他的地方用过 它就会给出这个提示 所以我们需要到这边删掉 只有没有重复的时候 这个快捷键呢 才是可以进行使用的 所以这样我们建立了 6个机位的这个快捷键 确定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播放的时候 你可以用Ctrl加1到8 或者说按我们刚才摄影的数字 我们看到 如果你做一些快速镜头切换的话 数字绝对比你键盘要快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我们看到12345 你可以随时在观看的时候 也可以去按12345 或者说31254 你按哪个数字 就对应你设定的哪个机位 这个顺序呢 九宫格是123456789 这样子拍下来 我们点击这边的面板的设置 你还可以将它浮动出来 所以多机位呢 很灵活 你可以随时浮动出来呢 如果你有第二块监视器去操作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面板拖到你第二个显示器上 然后这边还可以随时呢 选择关闭 那有些时候如果都关闭了 然后你再想查看多机位的话 可以随时再去双击 查看你的多机位 包括刚才建立的多机位序列 面板调乱的话 可以随时右键重置一下 那么又回到了我们编辑的多机位的状态 注意你要激活多机位 才能看到完整的这个多机位 这些机位的显示 所以用快捷键呢 可以提高我们的剪辑和镜头切换的速度 感谢观看